他们基本上都存在于我们的一些历史文献书籍里面 但是来到当代的时候 你就不太看得到他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蚂蚁学人青年学者论星山 这一次各位会发现到我就是主持人 为什么我是主持人呢 因为我们蚂蚁窝的窝主 他也有贡献一篇文章 哈喽 大家好 很荣幸 我是青年学者好开心哦 这篇文章的题目很长 主标题叫做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风川四者 大概十年前吧 那时候我们就星山就出了一个青年学者 白尾泉 然后他就在那时候 他就说他要去研究免疫亭的义山 我就本来就对这些东西有兴趣 然后我就讲 那我们就一起去义山 我就发现在免疫亭义山上面有一座墓 它的规模是非常大 那这个坟墓的墓主就叫做蛇免旺 这个坟墓呢 它的那个墓柱上面 它是有一处对联的 那它的对联呢 上年呢是慈灵眼派家风 那下年呢就容佛风川四者 那我的翻译呢 其实上年指的就是 他用他们蛇式的一个谈号 来表示出这个就是我蛇家 我是来自姓蛇的这个家族的 然后下年呢 容佛风川四者就很妙 我自己的解读 容佛风川四者就在跟你说 我们在这边 我是港主 风川嘛 川的河流嘛 对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从看到了这个墓之后 我就开始就觉得 姓蛇的人好像很厉害 因为美育庭最大的风是他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了 很多的史料里面 我们也一直看到 各种各样的姓蛇的人 而这些人呢 有趣的是 他们基本上都存在于 我们的一些历史文献啊 书籍里面 但是来到当代的时候 你就不太看得到 他们太多的生理 所以这个引起了我的兴趣了 我想要再问一下 我不晓得这一篇 对于你而言 是不是你的那种作品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 中工作报告的总结 在我来看 因为我在这个中华工会的 这个华族历史文献馆服务的时候呢 我刚好负责了 如佛异星的特展 就是一边我又跟委权呢 去做了这个 一站倒查 那同时呢 我们在文献馆那边 又要做一个展览 那蛇氏族人呢 这些人刚好在两边都出现 那我就因为这样子 我就要去查那些资料 那查资料 我也写过了好几篇文章 那时候就在 新州日报的大如佛 大家谈上面投过稿 当中华工会的特刊 需要稿件的时候 我就想 那我不如就把我的展览呢 做备展的时候 找到的资料 再加上一些 我自己找到的 补充的一些材料 把它整理出来 以蛇氏族人为一个主题 来去谈这个 荣佛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 这个华人社会的一个简议 是 其实我们有做过一集 叫做清明夜话 各位会发现到 讲到有墓碑的时候 我跟佳浩就会出现了 因为我们以前 是同一个时间 进入免疫厅 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墓碑调查的 刚刚佳浩有讲到 这个蛇氏族人 然后蛇氏的这个大脑 叫蛇免旺 然后你又讲到 你看到他上连下连 观众朋友可能觉得 墓碑的上下连很简单 一看就知道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个蛇免旺的上下连 你要知道他 我其实废了一番的苦工 对不对 真好 是是是 那个上下连我是说的 轻描淡写 可是实际上当初 我们一开始看到 蛇免旺幕的时候 实际上他是 被一棵很大棵的荣树 给包裹在一起 我们只是透过树根 看到有字 所以后来呢 是拜托了这个 免疫厅的这个同仁啊 同事啊 去帮忙 把那个树根砍掉 哇才忽然间 这个揭开了 他神秘的面纱 田野的困难就是这样 其实你讲很简单 也可以很复杂 但是也因为他复杂呢 所得出来的东西呢 才很珍贵 而且很刻骨银新 那当然加上 我也是有读过 你这篇文章了 从你的文章里面 抓到说 其实如果你真正 要找一个家族 然后对于新山 有很大影响力的 蛇免家族 是我们必须要关心到的 那你里面呢 也写了很多的 蛇免家族的老板啊 这些港主啊 这些的故事 那你这边 可不可以抽几个 大概你介绍一下 你这篇文章 一些蛇是有他的看点的 在我这篇文章里面 大家我罗列了 差不多十位左右的 这个蛇免的 这个过去的 我们找得到资料的 一些人啊 那实际上 他们不是一个 蛇免的家族 他们的关系呢 其实是 他们都来自于 同一个乡下 就是广东的 这个承海 对岳浦 在新山哦 你看到姓蛇的 几乎我可以说 有八成把握 他就是来自草州的 而他只要来自草州的 他大概就是 陈海岳浦人 所以这些人 当你看到这么高密度的 来自同一个乡下的人 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推测 他们应该具备了 某一种关系 他未必是 直系血缘新楚的关系 但他比较紧密 那在这些人里面呢 我们当然 第一个我们说到 蛇免旺 肯定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了 因为蛇免旺的墓碑很大 那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重点呢 就是蛇免旺呢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新加坡的文史老前辈 我们的庄清勇老师 做的那个乌朝路的 武武义词的 那个义士的神主牌里面 也有蛇免旺 所以蛇免旺这个人呢 他实际上呢 似乎跟义星公司 关系是很密切的 那除了蛇免旺里面 在史料的收集 我们知道 柔佛曾经有过一个 甲壁丹 就叫做甲壁丹 蛇太兴 有人说蛇太兴 有一个儿子 叫做蛇免旺 19世纪末的时候 他也是柔佛的 那个甘密工局的经理 去协调新加坡的商人 跟柔佛政府的利益的人 那肯定也是不简单的人物了 那还有蛇人柜啊 还有后来的蛇免兽啊 这些人就 他们大多都是 可能跟这个 19世纪的港主制度有关 那有一些呢 他跟政府部门 有一点关系 我觉得他可能是 被选为市议员啊 或者是公务员啊 那更多的时候 尤其到20世纪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他们跟这个 异星公司之后 的那些华人社团 例如华侨公所啊 或者是潮州会馆啊 那他们也有关 两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我们可以看他们的身影 他们曾经发挥过一些角色 可是这个角色的轻重 那这个倒是不同的 不同时候 他的轻重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你这篇蛇氏族文章 后来在被收录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篇文章呢 当时也是登在 那个中华工会的 90周年的那个特刊里面嘛 经历了10年啊 在自己重看一下 自己的文章 因为我现在的研究中心 其实并不是放在新山 开始有一点转移啊 也是在荣婆的乡下 就是边加兰的那个地方去做 所以再看回去呢 当然就是提醒自己说 其实当年我自己开始在做的东西 其实还没有做完呢 很多东西其实还可以再继续延伸的去做 所以我觉得10年是一面禁止啊 这面禁止啊 就照我们这10年的一些 各自的一些历程 我们里面的学友们的 各自的一些历程 雄心壮志呢 可能已经有一点 被世俗所磨练了 但是对学问的追求 对这个乡土的这个热爱 可能我们10年呢 安老师真的是在提醒我们说 就不要放弃啦 希望再多一个10年呢 可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这些 跟自己家乡的研究 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是我们谢谢佳浩的分享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 蛇四族人文章 虽然星山一直在谈 但是这么有系统的 把免疫亭里面 几乎能够找到的蛇四族人 把它写上来 基本上何尝又不是我们的新史料 还有新视角 所以这本书新史料新视角 青年学者论星山 请大家来购买一本 套一本40块 那里面有收入我们墨佳浩的 风川四折 荣卓港主制度与潮级蛇四族人 那我们这一集的 蚂蚁学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